肖战和杨子被要求合体预热 肖战和杨子两个人合作了新剧《余生请多指教》 只不过,这部剧也是一波三折 一直没能成功播出 也让粉丝对于这部剧的期待值越来越高 还被评为了最受期待的代播剧 近日,鹅炒那边要求肖战和杨子两个人合体为这部剧预热 其实这也不一定意味着这部剧就要开播了 之前也合体唱过歌,但依旧没播 事实上,这部剧也不需要预热 哪怕零宣传空降,估计热度也很高 刘亦军为儿子铺路 刘亦军在圈子里很有市场 毕竟像他这种有人气,演技又很不错的帅大叔 这一类型是很稀缺的 所以,影视资源非常多 尤其最近在开端里面的表现 让他圈了不少粉 他的儿子刘亦彤 目前则没有父亲那么有市场 所以,刘亦军也是尽心尽力给他铺路 开年第一个热搜就是如此 这个热搜让大家开怀一笑同时 也注意到了他们父子俩 还是很成功的 刘亦彤本人演技还是很棒的 吴磊时间观念 吴磊是童星出身 年纪虽然不大 但是,也算是圈内很多艺人的前辈了 他的素质很好 也没有染太多娱乐圈的恶习 这也和他妈妈管教比较也有关系 他妈妈基本上不允许他参加任何饭局 他很有时间观念 拍剧的时候 基本上不会迟到 就算有事情要耽搁 也会提前和导演打招呼 这一点真的很不错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